那其實東部海域在今天早上發生了7.2規模的強震之後 後續還是有非常非常多的余震 那根據我手邊剛剛看地震中心的最新消息 這個余震是已經來到了42起 就因此我們的氣象署在稍早是再度發布了海嘯警報 那內容當中也示警說因為地震的緣故已經引發了海嘯 所以陸陸續續抵達了台灣的沿岸 所以現在也要提醒在沿海地區的民眾 要特別提高警覺 而且要嚴加防範 主要還是希望民眾能夠注意到海浪突然永生所造成的危害